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又临近大陆,再加上贸易及外汇自由,已成为大陆富豪,官员走资及移民的热门地方。据报,北京当局日前公布的50名外逃官员中,有两人逃往香港,多人拥有香港身份证,香港作为中共权贵阶层洗钱,走资的中心再次引关注。 这50名涉及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名单,其中有23人逃往美国,11人逃往加拿大,还有两人逃到香港。 两名逃来香港的通缉犯,一人是2003年9月逃至香港,涉嫌受贿的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前总经理,兼海南兴业拒职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王军文,另一人为同样涉及受贿的福建厦门公安局党委前副书记,前副局长郑东翔,他于2016年1月逃到香港。 外逃美国及加拿大的名单中,多人被揭持有香港身份证,他们包括涉及及自诈骗嘴的快鹿集团前董事长施建祥,他持有香港身份证,是电影《夜问3》等电影的总制片人,于2016年3月逃往美国加州。 另一名香港加达力投资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前经理程沐阳,涉及贪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00年8月逃至新西兰和加拿大两国,中纪委早前发出的红色通缉令,显示他外逃时所持证件为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 香港是中共权贵蚂蚁搬家的中转站。 香港进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全,6月10日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披露,大陆视香港为一个洗钱走资中心,然而,贪官若浪秘一个永久逆藏的地方,香港并不是他们的永久地,香港只可以作为一个中途站,可以进行洗钱,或买护照,或者交托给投资者白手套去进行交易的地方,所以香港对一些贪官来说,只是一个跳板。 香港是亚洲的现代化国际金融、服务业及航运中心,连续24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它位于南海北岸,以及珠江口东策,北街广东省深圳市,自香港主权1997年回归大陆后,香港就成了中共权贵阶层洗钱的基地。 吕炳全表示,香港是中共领导人及权贵家族洗钱走资的理想地方,他们通过代理人在香港有一定的运作并辐射世界各地,一些嫡系家族都有颇具规模的运作。 他们不会用自己的真实名字,也不会高调感视自己的运作模式,几乎全部权贵家族都这样运作,这成了大家一个共识。 只要在政治上没有大的差时,这些权贵家族也不会出乱子,因为大家有一个利益互相制衡。 他表示,除非像薄熙来,或一些嫡系出了问题,资产才会被调查。 此外,吕炳全还认为,从整体来说,香港只是一个运作的跳板,权贵家族的长期资产或最大资产的储存,并不会长时间留在香港,反而是在外国私密度更高点运作更隐藏的地方,香港只不过像蚂蚁搬家其中一个中转站而已。 香港是大陆洗钱走资的理想地。 吕炳全叙致,由于香港地理位置临近大陆,言语又相通,再加上与大陆的联系以及融洽度高,如果大陆的贪官,要洗钱或转移资产,香港可以说是一个颇为利变的地方,它有多重漂白,可以掩人耳目,经过三四重的漂白,从而难以找到资金来源。 此外,香港也有很多离岸公司的办事处,这些离岸公司因为不用披露账目,难以调查背后所牵涉的人物, 再加上香港与世界各地的投资金融机构联系相通多,投资选择也相对多,所以,如果贪官的犯案为东窗事发,吕炳全认为,香港是他们洗钱走资的理想地方,这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多名政治局高层被爆在香港洗钱,中共权贵家族在香港洗钱的数量庞大,不少中共政治局委员家族在香港经商,洗钱,并在海外设有离岸公司。 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当局打鼓力度升级,中纪委启动的天网行动,即海外追捕判官,前日发布50名外逃名单。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老巢上海,也有5名官员,央起领导上榜,包括中国联通公司国际业务部员总经理演播。 联通被指由江泽民长子江绵横掌控。 根据当局通报的50名外逃人员逃亡的国家,主要为美国和加拿大,其中23人逃往美国,11人逃到了加拿大,6人逃往新西兰,4人逃往澳洲,2人逃到了香港,逃往新加坡,英国,泰国和越南的各亿人。 其中逃来香港的,包括涉嫌受贿的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前总经理,兼海南兴业拒职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王军文,他于2003年9月24日逃港,另一人为福建厦门公安局党委前副书记,前副局长郑东翔,同样涉及受贿,于2016年1月12日逃到香港。 另外多名外逃美家的中共贪官,富豪,被接拥有香港身份证。 其中涉及及自诈骗嘴的快鹿集团前董事长施建祥,被接持有香港身份证,是叶问三等电影的总制片人,于2016年3月7日逃往美国加州逆藏。 值得一提的是,被施建祥称为好友,近日是非多多的央视前主播崔永元,曾在新锐导演计划的感谢名单中提到施建祥,指施建祥和中港娱乐圈关系密切。 2015年9月23日晚上,施建祥在上海虹桥宾馆庆祝一对儿女的生日,狼贤萍、范冰冰、刘德华等明星和嘉宾通过影片为其庆生。 网上有文章披露,施建祥的文凭涉前造假,包括其博士学位被揭示香港孔子学院颁授。 孔子学院被认为是中共海外特务机构,近年在海外多国被杯葛。 施建祥为人高调,2015年6月6日出席香港华金卫和亚太日报主办的一个音乐节活动,并担任主理嘉宾。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曾向施建祥颁发庆香港回归18周年特别贡献奖。 该活动主办机构华金卫,有中共太子党香港分部之称,被指示中共地下党员梁振英选特首的票仓。 华金卫前主席芳芳被揭示曾庆红王台特工,秘书长陈染曾担任梁振英的后任行政长官香港特首办公室项目主任, 一度因共青团红色背景成为竞选期间的新闻人物。 另外,江泽民密友,原和北省委书记成为高知子程慕阳,涉及贪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于2000年逃往新西兰和加拿大两国。 程慕阳是香港加达利投资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前经理。 中纪委早前发出的红色通缉令,显示他外逃时所持证件为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 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特别行政区,一向是大陆富豪、官员移民首选,以及江泽民派系长期掌控的地盘。 不少外逃海外的贪官,富商被歇拥有香港身份或逆藏香港,令香港成为猎狐行动的重点目标。 如探求终身的广州前副市长曹建辽,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金主,四川富豪刘汉,被称为江泽民国师的气功师王林, 以及今次公布的程维高知子程牧阳,娱乐圈大老师建祥等,都被积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 2016年赛美市11名拥有香港身份证的中共官员被开除,35名裸官被查。 巴拿马文件一披露,中共多名贪官子女都拥有香港身份,而且用化名在港居住。 今次上榜名单,还有5名上海帮成员,包括3名上海本地官员, 上海普陀徐陶普镇员党委副书记冯伟华,中级上海公司原副总经理红威, 上海华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原主任蒋若燕, 还有2名在上海工作的官员,上海安徽玉安总公司原董事长徐威明, 上海山东奇鲁实业总公司原总经理刘慎香。 当局还公布了中国联通公司国际业务部原总经理延播也外逃。 中国联通被指示由江绵恒所掌控。 时政评论员实实说,当局公布的外逃贪官中, 有5人在上海做官,还有一人在江绵恒控制的中国联通任要职, 这些官员与江家有多大的关联,关联到什么程度,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加强打虎力度。 海外追捕江派贪官。 根据50名外逃人员的逃亡时间,每逢中共高层换届时, 外逃人员明显增加。 如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台前后,1999年至2003年, 有16名官员外逃,胡锦涛时政时期,外逃人员相对较少, 习近平上任后,外逃人员明显增加,达19人。 实时指,当局公布的外逃人员外逃的时间表, 至少透露出两个情况。 一个是,闷声发大财的江泽民下台前后, 胡锦涛即将主政时,那些在江泽民时期贪腐的官员都赶快外逃。 值得留意的是,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公布的50名外逃人员中, 有32人为百名红铜人员, 按极伪劣国际刑警追齐名单之上,占总数的64%。 他们的资讯大多附上目前可能居住地, 甚至标注了其目前可能居住的社区, 街道,有中共官媒认为,如此曝光有助施加压力。 根据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资料, 截至2018年4月底, 中国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4141人, 其中国家工作人员825人, 百名红铜人员52人, 追回账款近百亿元人民币。 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 从1995年到2008年, 近2万名大陆官员逃到境外, 带走的资产总值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 近2011年一年, 据信就有超过1500余名大陆官员外逃, 他们卷走了大量资产。 18大以来, 已拿下了6名国籍高官, 40多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 200多名省部级和军级高官, 他们绝大部分是江派人马。 所以, 外界指,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是大老虎的饲养者, 是中共官员贪腐的总教练。 2014年即出差而逃到海外的中国联通集团实权高管言播, 目前已被中纪委追逃。 而中国联通被指示江泽民之子江年横掌控的地盘。 6月6日, 中纪委官网通报了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一览表。 该图表显示, 中国联通公司国际业务部原总经理延波早在2014年就外逃到加拿大。 当局追逃的原因是他涉嫌犯有贪污, 巨额财产不明罪。 这是延波失联三年多来, 当局首次通报他的去处。 大陆媒体2014年12月披露, 中国联通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延波, 近日已出差为明报背后, 已在海外失联多日, 他的联系电话已关机, 初步估计他已经私自出逃。 2014年12月26日, 联通紧急要求集团总部的处级以上官员全部上缴因私出国护照。 该事件已在联通内部引发轩然大波。 报道圆敏交集人士的话说, 逼迫延波失联的关键, 可能是对东南亚某国家一个工程项目的清查。 此前, 中共细检部门曾就此找联通国际部的员工问话。 另外, 当时中央巡视组刚刚开始对联通进行专项巡视。 据一名运营商内部人士透露, 巡视组进驻联通后, 收到大量举报信, 其中, 很多来自中层与基层或来自合作伙伴。 中央巡视组2014年11月进驻巡视后, 包括联通网络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志江, 联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事业部总经理宗新华等多名高官接连落马。 中国联通被指示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所掌控, 是2009年1月由原来的中国网通级联通两家公司合并而成。 而中国网通则由江绵恒创立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 上联头, 创办。 自此, 江绵恒控制了中国电信业。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任后, 首先整肃的就是涉嫌参与政变的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由周永康把持的石油系统、政法系统, 其主政过的四川省, 都发生了腐败窝案。 早在2013年, 财新网就把周永康把持的石油系统的腐败, 定为窝案, 同时还把江绵恒把持的电信行业的腐败也定为中移动窝案。 2015年12月底, 刚在中国电信旅新4个月的原联通董事长长小冰被调查。 长小冰执掌联通11年, 被指示江绵恒的心腹。 外界认为, 联通、移动高管不断落马, 或牵出电信王国的江绵恒, 这正如当局当时拿下周永康钱一样, 当局首先清洗周永康周边的人马, 然后再根据掌握的线索拿下其本人。 阿里巴巴旗下物流业务菜鸟网络牵投公司日前中标, 获得香港机场管理局批出机场南货运区的过路弯高端物流中心的发展及管理权。 蔡鸟、中航集团及原同共同持有的合资公司将投资120亿元港币, 到时将成为香港第三大物流中心, 并计划于2023年投入运作。 除此之外, 马云旗下的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 以及两公司其下四公司, 数年前起积极在香港扩充版图, 无论传媒业、金融业、保险业、 创科公司, 甚至街头成型城市的共享单车, 都有马云的身影。 例如多年前已在香港发展的淘宝网之外, 以及近年积极推广的天猫超市网购平台, 马云的投资, 可说是遍布各行各业。 香港网媒立场新闻对马云近年积极在港拓展事业, 相对于长时集团里加成退休以及集团变卖和新资产比较, 认为使人觉得有马进里退的现象。 阿里巴巴又相当钟情于香港传媒业, 2015年阿里巴巴斥资20亿元, 全面收购过赫年旗下的香港最大英文报章南华早报。 同年,大陆商人、中共党员李瑞刚组成公司华人文化CMC, 入主TVB电视广播,距离去年披露, 原来CMC股东包括腾讯及阿里等等, 但未知阿里所占股权。 在金融业务方面, 马云个人有份投资的云峰金融控股, 2015年入主老牌证券公司瑞东集团, 后者一名为云峰金融集团, 云峰因此获得证监会的1号证券交易, 4号就证券提供意见, 6号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 担任首次公开招股的保健人等, 9号提供资产管理拍照, 及此进军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云峰金融去年在香港推出手机投资应用程式有余智头。 去年,云峰金融落实连同蚂蚁金服, 使玉柱旗下巨人、新浪等多名投资者, 以130亿亿元总代价, 收购保险及年金机构美国晚通亚洲全部股权, 也是阿里进军本地保险业务的重要一步。 大出创企业,例如在香港积极开拓业务的大陆共享单车公司欧佛, 其母公司去年移获阿里投资, 有传阿里今年3月再向欧佛融资近18亿元人民币。 此外,阿里投资于香港照客货车平台勾勾乱, 今年初,蚂蚁金服购入香港饮食资讯平台开饭啦两成股份, 但未披露作假。 到了最近,市场盛传马云另一金蛋蚂蚁金服将会在香港上市。 蚂蚁金服于李嘉诚旗下的长河去年合资近6亿成立支付宝HK, 在香港开拓电子支付业务。 至于李嘉诚,不久前宣布退下和黄长石集团主席, 集团之前又出售位于香港金融区的中环中心, 整撞大楼座价402亿元, 是继长河系陆续出售大陆物业之后, 在香港做出同样类似的预示性行动。 人表示,香港是中共领导人及权贵家族洗钱走资的理想地方, 他们通过代理人在香港有一定的运作并辐射世界各地, 一些嫡系家族都有颇具规模的运作。 他们不会用自己的真实名字, 也不会高调胆是自己的运作模式, 几乎全部权贵家族都这样运作, 这成了大家一个共识, 只要在政治上没有大的差时, 这些权贵家族也不会出乱子, 因为大家有一个利益互相制衡。 他表示,除非像薄熙来, 或一些嫡系出了问题, 资产才会被调查。 此外,吕炳全还认为, 从整体来说,香港只是一个运作的跳板, 权贵家族的长期资产或最大资产的储存, 并不会长时间留在香港, 反而是在外国私密度更高点运作更隐藏的地方, 香港只不过像蚂蚁搬家其中一个中转站而已。 香港是大陆洗钱走资的理想地。 吕炳全叙致, 由于香港地理位置临近大陆, 言语又相通, 再加上与大陆的联系以及融洽度高, 如果大陆的贪官, 要洗钱或转移资产, 香港可以说是一个颇为利变的地方, 他逃往美国, 11人逃到了加拿大, 6人逃往新西兰, 4人逃往澳洲, 2人逃到了香港, 逃往新加坡, 英国, 泰国和越南的各亿人。 其中逃来香港的, 包括涉嫌受贿的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前总经理, 兼海南兴业拒职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王军文, 他于2003年9月24日逃港, 另一人为福建厦门公安局党委前副书记, 前副局长郑东祥, 同样涉及受贿, 于2016年1月12日逃到香港。 另外多名外逃美家的中共贪官, 富豪, 被接拥有香港身份证。 其中涉及及自诈骗嘴的快鹿集团前董事长施建祥, 被接持有香港身份证, 是叶问三等电影的总制片人, 于2016年3月7日逃往美国加州逆藏。 值得一提的是, 被施建祥称为好友, 近日是非多多的央视前主播崔永元, 曾在新锐导演计划的感谢名单中提到施建祥, 指施建祥和中港娱乐圈关系密切。 2015年9月23日晚上, 施建祥在上海虹桥宾馆庆祝一对儿女。 另一名香港家达利投资有限公司前董事长, 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前经理程沐阳, 涉及贪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于2000年8月逃至新西兰和加拿大两国中纪委早前发出的红色通缉令, 显示他外逃时所持证件为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 香港是中共权贵蚂蚁搬家的中转站。 香港晋汇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 6月10日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披露, 大陆视香港为一个洗钱走资中心, 然而,贪官若要命一个永久逆藏的地方, 香港并不是他们的永久地, 香港只可以作为一个中途站, 可以进行洗钱,或买护照, 或者交托给投资者白手套去进行交易的地方, 所以香港对一些贪官来说只是一个跳板。 香港是亚洲的现代化国际金融、服务业及航运中心, 连续24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它位于南海北岸, 以及珠江口东策, 北街广东省深圳市, 自香港主权1997年回归大陆后, 香港就成了中共权贵阶层洗钱的基地。 吕炳权, 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 又临近大陆, 再加上贸易及外汇自由, 已成为大陆富豪、官员走资及移民的热门地方。 据报,北京当局日前公布的50名外逃官员中, 有两人逃往香港, 多人拥有香港身份证, 香港作为中共权贵阶层洗钱, 走资的中心再次引关注。 这50名涉及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名单, 其中有23人逃往美国, 11人逃往加拿大, 还有两人逃到香港。 两名逃来香港的通缉犯, 一人是2003年9月逃至香港, 涉嫌受贿的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前总经理, 兼海南兴业拒职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长王军文, 另一人为同样涉及受贿的福建厦门公安局党委前副书记, 前副局长郑东翔, 他于2016年1月逃到香港, 外逃美国及加拿大的名单中, 多人被揭持有香港身份证, 他们包括涉及及自炸骗嘴的快鹿集团前董事长施建祥, 他持有香港身份证, 是电影《夜问3》等电影的总制片人, 于2016年3月逃往美国加州安有多重漂白, 可以掩人耳目, 经过三四重的漂白,从而难以找到资金来源, 此外香港也有很多离岸公司的办事处, 这些离岸公司因为不用披露账目, 难以调查背后所牵涉的人物, 再加上香港与世界各地的投资金融机构联系相通多, 投资选择也相对多, 所以,如果贪官的犯案为东窗事发, 吕炳全认为, 香港是他们洗钱走资的理想地方, 这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多名政治局高层被爆在香港洗钱, 中共权贵家族在香港洗钱的数量庞大, 不少中共政治局委员家族在香港经商, 洗钱, 并在海外设有离岸公司。 中共十九大后, 习近平当局打鼓力度升级, 中继为启动的天网行动, 即海外追捕判官, 前日发布50名外逃名单。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老巢上海, 也有5名官员, 央企领导上榜, 包括中国联通公司国际业务部员总经理演播。 联通被指由江泽民长子江绵恒掌控。 根据当局通报的50名外逃人员逃亡的国家, 主要为美国和加拿大, 其中23人。